当哈曼离开宴会 在大门口看到莫迪改 仍然站着也不害怕 他就恼羞成怒 但他却约束了自己 回家向他的妻子和朋友们炫耀他的财富和权利 然后说 以斯帖皇后只邀请王和我参与 他所预备的盛宴 但是当我遇见莫迪改 那不像我跪拜的犹太人 这都算不了什么 他的妻子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 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墓架 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旗上 哈曼以这话为美 就叫人做了墓架 那夜王睡不着觉 就吩咐人拿历史书来念给他听 为什么我睡不着觉要读这本历史书呢 我有很多其他的娱乐的方法 比如我可以去找以斯帖聊天 或叫个外卖 或者去看天上的星星也可以 那是个很好的族语 请按照原来的故事 人就把历史书中的记载读给王听 有记载莫迪改揭穿壁坛和提炼 要害王的计划救了王 莫迪改因这件事而得到了什么尊荣和奖赏呢 没有吃他什么 谁在宴之里 是我 你们在做什么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当如何带他呢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 是谁呢 应该把王所穿过的巢服 还有王所骑过的御马 交给一位尊荣的大臣 然后命这位大臣把衣服给 这位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 帮他骑上马 然后带他走遍城里的所有的街道 这样来尊荣他 好 照你所说 马上为莫迪改去办吧 什么 好啊 对啊 去找莫迪改为他做这件事 于是哈曼将巢服给莫迪改穿上 使他骑上马 走遍城里的街市 宣告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 莫迪改仍回到巢门 哈曼却悠悠闷闷的蒙着头 急忙回家去了 不关et 二人 四角落 无论 一夜